欢迎收看小高 王楚钦又输球了 德国法兰克福冠军赛 因为林高远的伤退 梁静坤退赛去云南补办婚礼 国平南队只有王楚钦和林诗栋两个人 分别处于上下半区 可以说两个人都非常重要 在此次南单的首轮 王楚钦的对手是日本的护上损斧 王楚钦3比0完成了横扫晋级16强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 在八分之一决赛的时候 在对阵瑞典的卡尔伯格的时候 王楚钦遭遇了暴冷 对阵卡尔伯格的收据比赛 或许是有了队友莫雷加德提供的建议 卡尔伯格打得非常的主动 首局比赛 卡尔伯格11比8拿下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关键球打得更加主动的竟然是卡尔伯格 第二局比赛 王楚钦这边的调整没有起到太多的效果 他的左手攻击力量不足 没有足够的威胁 卡尔伯格轻松地以11比5拿下第二局 大比分来到了2比0 第三局比赛 当球迷希望来到悬崖边的王楚钦 能够上演让二追三的奇迹 可是在连丢两局之后 王楚钦这边似乎没有了太多的斗志 我们很难理解王楚钦此时的心态 如果伤病还没有痊愈 带伤上场的话 他其实可以拒绝王浩来参加这一场比赛 可是没有伤病的话 他第三局的沉默 第三局所展现出的比赛面貌 着实是不该 至少在比赛还没有结束 作为男单世界第一 王楚钦应该全是球没落地 绝不放弃的精神 而不是脸上已经有了沮丧的神情 这也让王楚钦最终6比11丢掉了第三局 大比分0比3被卡尔伯格横扫出局 这也让王楚钦在过去的几战比赛中 连续遭遇了被暴冷 虽然王楚钦的男单积分依旧是世界第一 但是王楚钦连续被击败 男单世界第一不仅不能给对手带来震慑力 反而会让对手更加兴奋 这也会让王楚钦接下来的比赛更加的艰难 为何被卡尔伯格暴冷 首先是王楚钦对比赛的准备显然不如对手 至少在比赛的困难程度上 王楚钦的准备是不够的 这也让他的应变不过及时 其次是王楚钦这一场球的精神面貌和斗志 没有达到以往的状态 过早的沮丧让他有些消极 这也他无缘翻盘的原因